其實相日葵不只是觀賞 或者是畫家心目中的地位 他在我們的飲食健康上 也伴有著蠻重要的地位 他就說 相日葵不能吃 跟飲食有什麼關係 我們看他的花 倒不是用來吃花 是花在他裡面的這些種子 如果現代科技很進步的一個結果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大量的種植 然後從裡面來煉取 來提煉 相日葵 葵花籽所形成的葵花油 所以這個對我們的健康 事實上影響很大 尤其家庭主婦 更是對這個問題非常非常重視 因為現代的家庭主婦 我覺得這個健康觀念也蠻有的 也會認為說 油脂的攝取對我們血管 是有非常密切的影響 像這是正常的動脈的管壁 如果因為動脈硬化 而這個動脈硬化 胆固醇是最主要的元凶 那這些油脂會不會對短固醇的濃度 造成一些影響 那這樣子造成動脈硬化以後 局部這個地方 血流就可能會通不過去 那如果在這裡是心臟的話 關心病就會產生出來 在腦部的話 中風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現代的一個婦女在台灣 我相信或者是在其他先進的國家也是一樣 這個油 開玩笑 絕對都是 非常非常重視到底用什麼油來煮菜 炒菜等等 都會掛念在心上 尤其想到說 它會造成脂肪的膽固醇的堆積 動脈硬化的結果的時候 當然都會挑一些植物油的一個情形 因為我們知道動物油 植物油 這裡面這個變化很多 可是他們也知道說 假如這個植物油 是不是我們華人炒菜 或者是炸東西 這是烹調食物中非常喜歡的一種方式 要大火 熱炒 然後這個食物要這樣熱騰騰 然後油噴得到處都是那種狀況 才能顯現出家庭主婦的功夫 力道出來 所以主菜常常都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很多的家庭主婦也會想到說 這個植物油是不是在這樣的熱炒的過程中 或者是炸煎的過程中 會不會產生出一些變性出來 或者是說長久一些影響 有沒有可能其他的問題會產生出來 所以光是植物油這個 恐怕也值得我們跟觀眾朋友來提醒一下 譬如說我們油脂大概都可以比較分類成 這個所謂的飽和脂肪 跟這個不飽和脂肪酸 意思就是說這個飽和意思就是說 每個位置上都佔滿的人的意思 佔滿的這些元素 那在這裡就是不飽和 這裡還有一些空間 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可以參與 所以這個飽和脂肪酸的話 這個的穩定度是高 但是它會造成動脈硬化的機會就高 植物油比較多的是這種不飽和 但是它的不穩定相對也比較高 所以如果不穩定高的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又給它熱炒 用炸的這個層面來烹調食物的時候 這個油有沒有可能產生出變形出來 這個是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不要說因為一方面是為了顧慮到動脈硬化 結果一方面又因為植物油的一個不穩定 而造成另外的一個傷害 所以這個拿捏之間會造成一些困擾 那到底假如是常常在炒炸的那樣的一個過程中 要用的油考慮安定性的話 大概會考慮到像牛油 豬油這個穩定性是高 植物油裡面的棕櫚油 椰子油等等 這個也是飽和脂肪酸比較多 所以假如家裡面是開那種素食店的 這個素食是吃素的那個素食 可是也常常要炸東西的時候 大概要考慮的油應該是棕櫚油 或者是像椰子油這一類的東西含有飽和脂肪酸 它的穩定度相當高 可是如果在家裡的話 其實不用考慮那麼多 一般的植物油你只要偶爾炸一次 炸完以後那個油不要重複使用很多次 一兩次還可以的話 它就不會產生出所謂我們擔心的不穩定的問題 所以不管是沙拉油也好 橄欖油也好 或者是葵花油也好 這種植物油是一般現在在家庭裡面 常被用來烹調的這個植物油的話 都可以用來炸一下 然後炸完以後頂多再用來做煎的這個油 然後就把它處理掉 不要重複使用的話 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當然對健康上還是我們要顧慮到 這種煎煮炒炸 那個對於食物還是不是很好 對健康也不是很好的一個烹調方式 另外這個家庭主婦也會因為常常跟這個 抽油炎機作伴 所以常會一個問題就是說 用沙拉油來這個炸食物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這個 抽油炎機附近這個油脂會特別多 所以這樣會不會就是說 沙拉油這個雖然是植物油 會不會造成這個動脈硬化的這個情形 因為既然它已經可以黏在牆壁 進去吃進去以後 是不會黏在我們血管的管壁 所以這個沙拉油就拒絕往來 其實不用這麼擔心了 假如說真正不會黏在牆壁的話 那個豬油最不會黏在牆壁 因為它那個發煙點 也就是說它的燃點是高的 因為它穩定飽和脂肪酸的關係 但是豬油牛油這個絕對會造成動脈硬化 所以我們的抽油炎機上面的油汙跟動脈會不會硬化 是完全完全扯不上關係的 所以一般的家庭主婦 我們大概要考慮的 像這個芥菜花 油菜花它所產生的這種油 或者是沙拉油都是我們可以常使用 橄欖油也是很好 但是它的價錢比較高一點 所以一般的想要用沙拉油 它是黃豆做的 裡面還有亞麻酸 刺亞麻酸 這個對必須的脂肪酸是提供很好的幫忙 所以價錢不是那麼高昂 其實對健康的保障也是很好 所以不一定要使用它 非常高昂 只要正確的使用 所以我們用到葵花油 有的時候要想起向日葵在太陽中 也要想起不止那個向日葵 我們生命中的太陽花 生命中的向日葵